这集介绍过特殊的人物 他不像林子徐名气那么大 但是他绝对是个会当官的人 揣摩皇帝的心思 惠败如胜 欺骗皇帝 他就是鸦片战争爆发时的两江总督伊礼部 和天朝所有的丰江大礼一样 最开始伊礼部也是个坚定的主角派 后来和秦山一样 因为主府被当官帝问罪 英国人攻占定海后 伊礼部很快就收到了消息 他迅速行动 从各地调兵 在江苏沿海组织防御 征集商船等等 做了一系列未雨绸缪的战备 1840年8月12日 伊礼部被任命为青山大城 前往浙江主持久务 按照道光帝的指示收复定海 这里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此时的道光帝 并不知道英国人的目的 他是在收到定海失守的战报后 第一时间做出的直观判断 8月23日伊礼部到达宁波 他一道且见 发现实际的情况和想象完全不一样 道光帝给他的命令是渡海作战 而现实是 英国人早已经把海面封锁了 而且即使渡海 也没有足够多和大的船 于是老蒙生算的伊礼部改变策略 8月28日 他给道光帝上书 要求道光帝调广东水池 福建水池各两千人 加上他在江苏集结被调水池 两千人 四省大就会合 联合进攻收复定海 伊礼部知道打不过 于是就上了这么一道奏折 看看道光帝的反应 然后对症相要 但是道光帝给否决了 那么按照时间线来看 此时的道光帝已经收到了英国的召会 也给天津的齐扇下达了指示 齐扇正在和英国人谈判 按照道光帝的理解 他认为英国人是来诉约的 所以他认为只要一 处理灵则局 二 恢复同伤 三 给点影子 这帮伊人应该就满意了 所以此时的道光帝只是伊礼部 进攻定海指示 要秘密部署 做好侦查 接着英国人就南下了 道光帝命令沿海不要攻击 此时发生了一件事 英雄的一个陆军上尉 安突德在定海测绘地图时 被老百姓逮住了 交给了朝廷 清雄也俘虏了一艘英雄失事的用输船 俘获了29名船员 英国人要求释放 伊礼部救坡下旅 告诉英国人 释放可以 但是要把定海还给我们 事后伊礼部给道光帝上书 大吹特吹 给道光帝吹嘘了一下 水路并停收复定海的设想 但话风一转说 天津的情况表明 英方已服属天儿 所以浙江也应该招服 而不是主角 最后他说出了 以战俘坏失地的计划 说等伯迈回到周山后 开导开导他 令其迅速撤兵归我江土 以免劳师费响 道光帝很是高兴 立即批准了计划 十月以后 伊礼部就和英方沟通 推行他的战俘坏失地计划 经过多次召会和面谈 英国方面将规划定海 和广州的谈判联系在一起 伊礼部没有办法 只能等着 到了十月中旬 同僚发力了 多人尚书 他和伊礼部 指责他脚移不力 接着广州也谈奔了 当光帝决定改府为脚 武力收复定海 伊礼部知道打不过 就各种拖延 尚书除了他用兵之道 就是加强防守 需要购置火船 骚扰英军 兵不够 问长兄要兵 炮也不够 时机也不对 不敢贸然进攻 总之各种拖延推脱 到了1841年2月7日 事情发生了转机 伊礼部收到 旗杀从广州发来的消息 说英雄将归还舟山 伊礼部文雄大喜 以免向道光帝报喜 以免赶紧派人交涉 而此时的道光帝 已经决定撤坏伊礼部 2月10日 任命主战声音最大的 江苏雄府玉谦 前往正江接任青山大城 负责收复定海 2月20日 伊礼部收到了 自己被免职的消息 他知道自己已经失宠 但是定海马上就要收回来了 他可不想把功劳 白白地让给别人 于是到了22日 一切还没谈妥 他就决定 一 马上派加普张喜 携带部分战俘 去周山释放 劝说英国人离开 二 派了三政总兵 共3000人 护送着英雄最看重的安图德 随后跟进 收复周山 23日 张喜到达周山 释放战俘 并告诉英国人 如果不归坏周山 便杀了安图德 而就在此时 安图德自己驾驶 一艘小船回来了 过了一会儿 押解安图德的 两名下级军官 也赶到了周山 说途中英雄 劫走了安图德 你说这场面 有多尴尬 可见清军的战斗力 有多差 24日英雄 头一撤军 也就是说 接收定海的 只有三人 那3000人还没来 后来知道 这三政总兵 在征攻 征随先进入 英雄放弃的周山 25日 英雄完全撤离 26日 那三政总兵 才集合收回周山 而伊利普在 2月24日 马上给道光帝上书 为他的征攻辩解 说和英雄 已经约定好了 24日交换周山 但青山大臣还没到 所以自己就自作主张 决定收回周山 针对道光帝的 多次指责 他还憋造了 进攻计划 派兵3000人为主力 令绝营一万两 在周山密固相拥 若英雄拒不归地 内外结合 同事并举 进攻现成 若一时不得获胜 便在岛上 巨蟹封柱 以图后举等等 27日 已经收回了周山 英雄部马上请功 给道光帝上书 编了一段 气壮山河的故事 网兵丁初四日 武克起底定海 该已伴在城内 伴在船中 是网兵倒笔 包祖等级 脚落城池 城内各一 立即风风退出 网兵整座入城 登批看守 并将城外 到头地方 该已所盖草坊 全行拆毁 郑国宏等 传旋恩运 将一幅 叶氏达斯达斯达里 等式 另立回 并斥 赶紧启定 包祖等 免贯福里 声称一等将城池交卸后 给予初五日 全数撤罪 伊犁部正是老街巨黄 不过聪明 法被聪明物 道光帝反而认为 如果伊犁部 及时进攻 完全可以消灭 这些利益 而且当广东 战士失利时 更觉得伊犁部 是放户归山 所以促复了伊犁部 不过伊犁部 后面的仕途 也算顺利 他参加了 南京条约的谈判 战后到广东任职 这些利益部